光复乡海岸山脉山脚下黏土地址 孕育出部落陶土艺术文化 尤其绿野湘坡农发协会 推广马佛陶艺产业成效显见 而这次选在10月份开办花线石器陶艺展 而社区老少就以当地特有的红黏土 创作各式的花器陶艺品 充满在地人情土情的艺术创作 相当引人入胜 各式各样陶艺创作作品 从珍藏艺品到杯子花器等 日常生活用具各具特色之外 最大的共通点就是 全以马佛在地特有的红黏土 当创作素材 并且在光辉10月 办理了第6届花线石器陶艺展 光复乡马佛社区发展协会 以当地红黏土发展社区特色产业成效卓著 近几年来更是将陶艺特色产业 从社区拓展开来 今年度结合了周边社区学校 关怀据典以及部落文件站 在陶艺老师的指导下 共同创作并共同办展与大众分享 于创作展览主题融入了生活当中 让陶艺创作不再取高何寡 因此深受社区长者青年以及学生的喜爱 能够参展也满满的成就感 今年因为我们在药厂这边已经经营了大概有六年的陶艺的部分 过去很多人就是想说有一些陶艺 它那个瑕疵品 因为有瑕疵在正常的使用上感觉上不那么完整 可是这些瑕疵品把它当成花期的时候 反而因为它的瑕疵更能够让花期本身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化跟效果 从103年起光复香略相播农村发展协会 在农业署花莲分署农村再生计划的辅导支持下 不仅多元化升级发展在地的农产业 也把当地粘土土地特性发展成为在地陶艺艺术生活文创 这一次借着石器展的开办呈现马佛陶的特色 令人印象深刻感受了马佛社区人青土青的产业风情 水保文化局文化部还有台湾公益中心 然后林务局各个单位应该都有 然后让我们在各个社区有很多机会被看到 然后尤其这几年在陶艺方面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在地的土来做陶艺这一块事 这件事然后有很多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两年开始就有往周边社区做一些扩散 然后去社区带老人家长者做陶艺这一块 所以有需要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连接这样子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各个部门对我们的照顾跟提醒 马佛石器展从10月1号正式展出到10月31号 在花193县到69公里处马佛社区陶艺工作坊展出 除了陶艺创作艺术的欣赏 只要民众喜欢也可以认购 把马佛陶艺艺术带回家 记者十一遇蓝光复采访报道